你到底怎麼回事 你去告炎炎幹嘛 小題大作 不 當然不應該告她 沒那麼嚴重 可是她在她的臉書 她臉書被停權一年 幹了什麼事 她弄個AI的那個生殖器 說說說約跑 那約跑在年輕人就是就是約那個人 是說跑步的跑嗎 對 約跑 對 那這個怎麼可能不告 開玩笑 那這個對我傷害太大 那你對她現在是由愛生恨了嗎 誰 對炎炎 也當然不是嘛 我跟妳講 她就是怎麼樣 她就是有恐嚇我嘛 她恐嚇你啊 恐嚇我 你要講清楚喔 恐嚇我 恐嚇我 當然嘛 我告了吧 柯文哲還沒有突破 你的案情有新的突破 對 因為柯文哲 我不是一直修理柯文哲跟黃珊珊嘛 他是民眾黨的桃園市的 某區的提名人嘛 哪一區我忘了 那村長說你會修理柯文哲 是因為均言言不成 才去修理柯文哲 這個村長那個不要理他 這樣不重要他 亂扯 亂扯 神經病 然後他說你在攻擊阿伯 他就對我不利喔 有這個對話 你知道嗎 嚴嚴說 如果你在攻擊阿伯 他就要對你不利 對 那我不理他嘛 所以他才把二零一八年的 LINE的對話 提供給村長 不攻自破 二零一八年 就是二月三月間 幾個LINE嘛 那再來 他又傳那個恭賀欣喜 那已經是二零二二 二零二三的那時候 然後還說他要調回臺北工作 他是桃園 他桃園的公務員嘛 是 那你幹嘛還要傳給我 你就封鎖我就好啦 當初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 那你還恐嚇我 政治操作符合太深了 我覺得 後面吳一 後面那個陳志涵 吳一軒這次人給他出了什麼主意 他是不是 所以想嚴嚴這個案子 其實是政治操作 當然是 你不是感情糾紛 部分事實 部分政治操作 四五年是完全 連一通訊息都沒有聯絡 過了四五年 所以你跟您從二零一八之後 都沒有聯絡嗎 沒有聯絡 哪有聯絡 當然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到了二零二二年間 你不是說他沒封鎖 你還跟你聯絡嗎 對啊 那你不舒服 你二零一八的時候不舒服 你二零二二幹嘛 傳訊息給我 那你有沒有回應人家 回應就是他傳訊息來 然後他到台北來 說要到台北來工作 就聊了一下他的工作 就這樣子 那村長為什麼要搞你呢 他跟你不是同黨同志嗎 村長第一個愛出風頭 第二個村長後面 有什麼人要他搞我 也可能啊 那就到庭上去講嘛 後面有沒有指使 所以你現在告了嚴言了嗎 黨內反撲我 反撲有所謂也很厲害耶 黨內啊 所以這是黨內反撲的勢力啊 是可能是嘛 他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他愛出風頭搞我嘛 不怕被告也要搞我嘛 村長 那第二個就是黨內 因為村長留了一個訊息說 有一位長輩 長輩又出現了 長輩說 中小跟講說 中小平 我跟你講你不要再搞這個事了 不要破壞藍百合 那我沒你那個長輩嘛 那他的攻擊 那你之前說長輩是傅昆奇嘛 你之前說的長輩是傅昆奇 那你現在指的這個長輩是誰 那要他 他講的長輩 所以我不曉得要問村長才清楚 所以村長有個長輩 你也有個長輩 游書會有個長輩 現在長輩很多就是了 就是要就是 我們支持 我們支持的是跟黃國昌合 他們支持黨跟黨 不是因為炎炎的這個案子 絕對不是單純的感情糾紛 不是因為這是2018的LINE截圖嘛 也是當時小平2018追求的 也沒有追求就問候啊 就想念你想念一下 有很嚴重嗎 我本來是要講追求的對象之一 可是我不知道該不該這麼講 反正追求的對象 不要講之一 不要講之一 對對對對 那2018到現在隔了這麼多年 突然這個LINE被翻出來 還是有國民黨的議員 把這件事情給翻出來 是蠻詭異的 很詭異嗎 今天你大言都夠詭異的嘛 跟村長什麼 我這輩子沒有見過村長 我不認識這個人 所以他每次洗澡的時候 都在找胎記 屁股上有沒有胎記 我已經雷射掉了 因為聽說有一個人 屁股上有個胎記 所以你是有翻譯沒翻型 也沒有翻譯都沒有 有翻譯啦 想嚴嚴不就是翻譯了嗎 這不是翻譯啦 想嚴嚴 我們是柏拉圖行而上的好不好 你們想這是那麼low 而且我再跟你講一句話 這也是蔣萬安害的這件事情 這件事又跟蔣萬安有關了 你聽我講 我講給你聽 他喜歡蔣萬安對不對 嚴嚴喜歡蔣萬安 對 他叫我約他嘛 不要說喜歡欣賞 好了欣賞 欣賞蔣萬安好了 所以嚴嚴有請你約蔣萬安 當然有 他自己的臉書也有講 可是蔣萬安不是想你 沒關係啦 反正他喜歡誰還是有 但他是欣賞啦 人家說一定不是 他欣賞蔣萬安 叫我約蔣萬安吃飯 人家想安安呢 他就約蔣萬安吃飯 我問蔣萬 蔣萬說蔣萬不敢來嘛 蔣萬膽子小 他結婚了不敢來 然後是不是他貼出一個美女圖 吃飯一定不是我跟他 誰貼出美女圖 那個大爺啊 他不是貼出他自己跟三個他的 他的閨蜜嘛 我這個你傳給我的 什麼我去你那個上面抓胡說八道 你傳給我的 那吃飯可能就是蔣萬如果願意來 他的閨蜜來 我去他去 這個就很自然嘛 就一群人就很自然嘛 當時如此而已嘛 這也可以剪接到我選妃 那個村長 所以真的是 所以村長說你選妃的那照片 其實不是你自己 不是他傳給我的LINE 我們有LINE他傳給我的大爺 好那現在到底 黨內有沒有給你壓力 叫你不要再打柯文哲 現在還有壓力嗎 因為據說之前呢 是要挺柯 但現在風向變了 現在據說國民黨黨中央 看到整個社會輿情的變化 現在態度也轉變了是嗎 沒有那麼堅持藍白河 我們兩派嘛 他們想選二零二六的人希望藍白河 不怕那個白的票跑嘛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派我第一個我們要追弊案 第二個是我們選議員的人是不是 藍白會各自提候選人 我覺得立場不太一樣 票員走動也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開始有一派認為不一定要藍白河 黨中央也沒有那麼嚴厲了 認為在看風向 我就說他萬一金流都被找出來 所以你的長輩最近沒有找你了 沒有 最近沒有 最近是用 最近是白一直弄我最近 最近對啊 好 我們還是回到柯文哲的案子 我們來聽到底柯文哲這個案子呢 不管是郵輸惠還是簡書培都說 金華城本身呢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弊案 因為他們有發現竟然先上車候補票 因為金華城獲得了20%的容積獎勵 所以依照相關的規定 他就必須要有回饋 而這些回饋都要在建造拿到之前 就應該要先簽例 他才能夠使用 他才能夠拿到建造 結果我們現在才發現說 台北市政府跟金華城簽例的這個合約呢 居然是在2022年的11月6號 但他的建築執照居然在10月18號就拿到 為什麼可以先上車候補票 然後先射件再化吧 到底是金華城有預先的這個神機妙算 還是金華城跟市府那個時候已經有默契 容易一定到得了手 你先幫我發建造呢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奇怪不合常理的事 根據我們過去台北市的每一個建案申請建造的日期 平均大概是需要三個月左右 那為什麼金華城可以超前取得 你所有東西都還沒有確定 容獎的協議書還沒有簽署 容宜的審查會都還沒有通過 憑什麼發給他建造 合約書不會物質的 物質也要有人出來負行政責任 好到底檢書培和郵書會講的先上車候補票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做了一個時間軸 這個時間軸比較重要的關鍵是 10月18號市府核發了金華園區的建造 問題是來市府和頂月所簽的回饋協議書 是在11月6號才簽 那麼通常一般正常流程是先簽協議書再發建造 但為什麼金華城先發建造才補發協議書呢 這是不是很詭異 來 郭亞 這個其實你看時間軸都看得出他們關係多好 先講10月18號就拿到建造 10月19就可以辦動土典禮 而且動土典禮還有大官去 所以也就是說 他早就知道10月18號 在安排這場動土典禮的時候 他早就知道他在10月18號會拿到建造 對啊 沒錯啊 所以你看這關係多好 絕對有上達天廳嘛 不然我哪敢說我10月19 已經辦好一個動土典禮 我建造還沒拿到手 阿苗不只上達天廳 是連基層承辦員到市長 都實踐控制流程完全掌控 就是這個timing 就是一步接一步越快越好 還有這個協議書問題一樣啊 我們先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一零年九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當時都發局發了一個函 給這個金華城開發的這個公司 他講說什麼 必須要發建造前 舊榮基獎勵項目先簽約 對啊 發造前要先簽約 所以在這個九月份的時候 他們就催他嘛 就說你要趕快要先簽約 才有可能得到獎勵 那結果現在的問題是說 奇怪了 為什麼簽約的時間點最後是壓2022年 一一零年十一月六號 現在他們出來講說 他們說這個時間是物質 物質就厲害了 你封面也寫錯 封底簽名的地方也寫錯 而且你寫錯還寫錯的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如果是物質 一般是寫錯一次 對不對 口誤也是不小心講錯一次 怎麼會物質這麼多次 我們來看到來 十一月六號 十一月六號有非常多次都寫十一月六號 現在回頭說是物質 很難招公信 如果今天說物質的話 抱歉 當初是誰寫的 是不是要交出來 要行政處分吧 如果都沒有人被處分 那現在變說是物質 那不就只是這個竊盜失封之後 再來變說是拿錯嗎 所以我覺得金華城從頭到尾 如果大家平心靜氣去看這個案子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從頭到尾就是特權 當初私人要提供變更細部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第24條 他們現在白營都說 我是按照都市計畫法第24條 那為什麼全台北市只有金華城可以 那柯文哲還安排都發局給他們補習 還安排都委會主委彭正森當他的PM 一路安排到現在容積20%送給他之後 還沒簽約就可以先發建照 我先問一下 這個回饋協議書的內容簽的是什麼 這回饋協議書的內容主要是關於說 因為他容積獎勵得了三項 所以是20%的那個部分是嗎 對 20%那部分 然後他在裡面要講什麼 比如說認養公園得4%對不對 所以他就要簽約保證要認養公園 然後做充電樁還可以得8% 他就要簽約說好 我做充電樁 然後鋪這個道路 修整道路 1000平方公尺 不是1000平喔 1000平方公尺 也可以得8% 他就要說好 我簽約給你修路 修多少 所以來 我要我們姑且不論 用這些條件拿到那20%合不合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照我們即便是民間簽約的流程 你可以看到這裡頭有繳保證金17.5億的 有繳納保證金35.15億的對不對 有繳納保證金35.15億的 也就是說照民間的流程通常是這樣 我今天要讓你動土之前 我錢得先拿到吧 萬一我讓你動土了 煮熟的鴨子了 然後你不給我錢我該怎麼辦呢 又要打官司追 是不是 那就生米先煮成熟飯了嘛 所以正常即便是民間的流程 也會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吧 迎貨良氣 更何況是政府機關 我們知道政府機關 凡事都是一百億元的 你一定先跟我簽好約 我拿了錢之後 我才發劍招讓你動土嘛 所以先讓人家動土 先放了劍招給人家 錢都還沒收到 政府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我看這個時間軸就知道 因為我十月十九號就要動土了 現在建照怎麼還沒拿到 對不對 也不知道打得通電話給誰 說建照先給啊 反正合約後面簽啊 這個我看這個時間軸整個的感覺 我就是我認為就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你怎麼能夠解釋說 後面還可以再補簽前面的約 你建照都給他了 根本都沒有這種道理啊 這個真的是有違常理 當然這三個東西 那如果他動了土了 你也給了他建照了 到時候他真的那條件 有夠給你揮的 他不給你錢你反悔你怎麼辦 簡單講你沒有去簽這個三個 四趴八趴八趴 這三個所謂的任性啊 智慧啊等等這些移居 我憑什麼給你建照 這要坐牢的耶 條件都沒簽 我跟你建照就知道 青州雨過萬崇山 你就攔不住他了 你就等他全部蓋完到死道 就像我們今天買賣房子 我怎麼可能沒拿到錢之前 我先讓你過戶呢 你沒腳壓制 我可能嘛 你沒腳壓制 我讓租屋的人 可以住進我的房子嗎 比喻這個道理 這就有違常理了 當然嘛 太嚴重了 就放水到底 我跟你講他花不到 這個任养全部花多少錢 我看花不到2000萬吧 好 那是另外多少錢 得到200億 這些條件拿到20% 合不合理 那是一回事 問題是就算你要給他那20% 你好歹你也簽了約 拿了錢之後再給他建照吧 你怎麼可能先給他建照 他都動了土之後 這個約還沒簽呢 來 這個部分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行政機關 他都一定的一個流程的 而且都要匯法務的單位的 那現在變成說 這個合約好像還沒有簽完成 馬上就開始進行了 這件事情是我個人 真的是覺得嚴重的賭職了 因為這個事情 是絕對不能發生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在配合 那他說他物質啊 那物質那很奇怪 怎麼會每個地方都物質呢 我覺得這個柯市府的整個當時的整個行政的一個流程 好像已經鬆散掉了 變成說行政沒有按照這個流程 那一開始這個上級就說他不知道 柯文哲一開始說法說不知道 等到發現說他沒有辦法說不知道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物質什麼地方弄錯了 那我覺得這個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們配合這個 也有配合一些公家機關 在每一項要簽約前 一定要匯相關的法務單位 要看每一個單位來看看說 公家機關是僅剩在僅剩 因為他們很怕出事 他們那時候就說什麼都不怕 就怕這個因為公務員失職 變成賭職要去坐牢 什麼都是他們最怕 所以今天又傳那個都委會的那個 前委員黃牌生 他也是去 因為他當時是反對 我不同意 所以現在也是要了解說 回到剛剛阿關提的問題說 先不管這個流程對不對 接下來就要討論說 這個決議的過程也是 但是決議過程是一塊 但是觀光流程 我們都覺得很詭異了 還有另外一個很詭異的地方 是你沒有辦法用物質來解釋的 是12月15號 容易才通過 容易是30%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是20% 容易30%才通過 那我問 過去有沒有那個容易還沒過關 就先給建造的 這也蠻詭異的 過去的經驗是你得容易通過了吧 就是說我今天付代金也好 或者我今天用這個容易轉換 比如說我去買道路用地 等等來轉換 我都辦好了程序 是否也OK了之後 我才發建造 問題是你可以說這個是物質 那我想問 12月15號 那30%的容易才過關 為什麼10月18號就給建造了 很簡單啊 那這個總不是物質了吧 這個跟物質 沒有物質沒關係啦 先斬後之後都可以 為什麼你要知道 12月25號發生什麼事情 請就市長交接啦 所以無論如何呢 要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趕快讓他給動土嘛 因為下一任市長 要讓他生米先煮成熟飯嘛 下一任市長變蔣萬安 可能會反悔啊容易啊 蔣萬安你是不是所有的遊說 都要重新再來一次 蔣萬安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接柯文哲同意的事情 沒錯 所以你注意看 他為什麼建造先發 你要蓋一個容積率八百四 建築師要知道你的容積率是多少啊 他才能夠畫那個圖啊 因為他是剛構的對不對 建築師畫完圖以後 換結構技師要去算 安不安全嘛 你以為這是一兩天就可以做出來的嗎 所以全部都是講好了 沈慶晶他下面 找的建築師也好 結構技師也好 知道已經OK了嘛 不然年前不畫好那個圖 他敢敢敢這樣送啊 不要開玩笑 一天泡完啊 可是可是柯文哲出了什麼事情 太趕 你知道他們整個流程 從2020年3月10號的便當會做起算 走到12月 他一共才花了多少時間 兩年多耶 兩年多就搞到了兩百億耶 是啊 不只8萬億 就是法院認證的土力金融嘛 我們用八萬坪的建品 八萬坪量體 開玩笑 我們就法院認證的兩百億 所以他就產生一個什麼問題 建造先給 然後阿伯要做什麼事情 剪彩 破土的時候他要去啊 表彰我的什麼 所以他們擠得不得了 要在阿伯現任之前 把這些事情給完成了嗎 當然啊 你如果換了一個市長 全部重來 而且要想辦法讓他生米先煮成熟飯了嘛 沒錯 後面有問題 蔣萬安揭開 就得收爛攤子嘛 對 好 所以你看所有的時間 所以可能蔣萬安得吞了 當然要吞啊 不然人家已經動工啦 人家地下室已經挖啦 就變成這樣嘛 地下室聽說沒什麼大洞 好 可是很清楚的告訴你什麼 因為要趕 他真的很趕 一路要開綠燈 所以他就會忙中有錯 你才會看到 容積獎勵的那個協議 是後面簽的 你才會看到 30%的也是後面 好 20%的 他完全沒有SOP嘛 20%的協議還沒有簽 就先給了建照 30%的容穎還沒有過關 就先給了建照 趕著在柯文哲現任之前 趕快發建照 趕快幫他動土 來 我再補一句話 檢察官會幹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會去找設計的建築師來問 對 一定會 你什麼時候開始畫這張圖的 你畫的圖 你怎麼確定是840 你有沒有畫過560的圖 這很簡單吧 如果建築師從頭到尾 沒有畫過560的圖 那就表示 沈欽欽賭定 他拿得到840了 然後再配合金流 好不好 剩下的事情 近在不言中 也不用近在不言中了 來 上一副 因為程序上 的確是讓人家問號一堆 你要說都委會 通過那個細部計畫 並不代表容積獎勵確定 是要到都市設計 土地使用開發審議委員會 去確認 那一個容積率 你怎麼確認容積率 你那個百分之二十七月確認 十月才簽協議書 那你審議委員會是怎麼確認的 所以這裡面流程 只能說一句話 就是快 快就好 有有變遷嗎 快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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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變遷嗎 有有有 保命壺 他根本就是一般程序 我根本就不跟你走一般程序了 我就快就好 能先做的就做 你在買賣房子的時候 你跟中傑講好了 明明就還沒有簽約 只是跟他稍微說好了之後 你就把全床給人家 讓人家去過戶了 有那麼笨的人嗎 我是賣房 我一定要錢 是啊 我買過房子 所以同樣的嘛 今天台北市政府 拿到錢了嗎 沒有嘛 簽了合約了嗎 還沒嘛 榮儀過關了嗎 沒有嘛 什麼都沒有 你發建帳給人家動土 我拿到建帳我就有保障 我跟你講小沈 叫做不見兔子不殺鷹 建帳到手的時候 一切好談 建帳到手才給錢嘛 以小沈的個性 我補一句話就好 不是 你建帳到手 才可以去銀行貸款啊 重點嘛 建帳到手了才能夠 小沈1500嘛 對不對 合理推論 你要不要查一下 新華城的貸款銀行是誰 星光啊 星光 會不會覺得又好熟喔 對啊 手法更熟 台灣人真少 好巧喔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巧合的事情 發生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為什麼更巧的是工程 都是陳慶晶 另外一個叫北農改建案 也是劉尾巴 讓蔣官50億追加 都玩這一套 咱們台灣只有一家建商 就是沈慶晶的建商 對不對 咱們台灣只有一家銀行 所以我認識的建商 都是騙我的 他們都不是建商 只有沈慶晶是 對 看起來是這樣 至少在台北市府是這樣 這樣 所以我們幫你 好 咱們